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者如来真实义 愿者如来真实义 愿士三食颂 主位法师慈悲 主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十面 那么我们这一课呢 是讲到第二能辨的项状 这个维士学 他的根本教义 简单的讲 就是发明这个万华维士的道理 这个万华维士的意思就是说 那么我们凡夫的生命现象 它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 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还没有成就涅槃之前 我们的生命是不断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活动 那么这个不断的流动的生命呢 基本上有两个差别的相貌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水流 它会流到人天啊 去受用安乐的果报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 就这个水流往下堕落啊 到三二道的法界啊 去受用痛苦的果报 这个水流 它是不断不断的这样的变化流动啊 就是两个相貌 一个是往人天上的流动 一个是往相恶道的流动 那么影响这个方向的流动啊 它也不是上帝创造的 那么这个方向呢 是由我们一年的心事 来主导的这个生命的水流 所以如何的来了解我们的心事 乃至于来改造我们的心事啊 在文士学来说这是两大重点 当然了解心事 那么这就是一种叫圣生见 理论的认知了 那么改造心事呢 那么以六波罗蜜的修学来改造心事 这个就是广大型的 所以这个以万法为事的根本教义啊 开展出为事的圣生见跟广大型 两大的修学宗旨了 那么在本论当中呢 天清菩萨大师先成就圣生见 就是我们能够去透彻我们这一念心事的真实相 那么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分别的心事呢 天清菩萨把它分成三大类 所谓的一手思量了尽 有三大功能 那么我们这一科呢 是讲到第二能辩 我们把这个祭奏再把它念一遍 是第二能辩 是是明末那一笔转言笔 思量为信像 是烦恼常聚 为我知我见 并我慢我爱 急处等聚 有父无忌设 所以所生所戏 阿罗汉灭定 出世道无有 那么我们三堂各是把这个第七世的 所谓的第二能辩的 这个有肉的相貌讲出来了 那么这个我们在研究这个三十宋呢 讲到这个第二能辩的重点呢 就是这个一笔转言笔 思量为信像 就是这个第七世这个第二能辩呢 它到底是怎么生起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二能辩的思量呢 就是一笔转言笔 就是我们能够产生思量的功能啊 就是由于全身的一个种子存在第八世啊 第八世把它变现出来 所以一笔转就依止第八世而转生的 那么转生以后 升起什么作用呢 思量为信像 那么它开始去思量第八世的明了性啊 它发掘第八世的这个维系的生命像啊 它就是一个不生不灭 有主宰性的自我 那么就产生一种所谓的自我意识了 那么这个自我意识 它所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啊 在成文书令当中讲到两点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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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轮辩里面的 一手思量了 见这个思量 它也不造善业 也不造恶业啊 那么它的不造业 它对我们生命是一个 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那么成文书令讲一个 讲一个据送说是 内老第八而成赖野 外老前六皆成有肉 说是说呢 这个第七是对我们的影响有两个方向啊 第一个它扰乱的第八世 那么身为第八世 这个初能变它的功能是一手了 它只是如实的把我们的业力 转换成果报 假设你过去是善业 就变成一个庄严的人天果报 假设过去是一个罪业的阴言啊 它就变现一个 第一恶鬼畜生这个悲见痛苦的果报 它这个第八世 它就是把这个业力把它成手 叫一手 那么这个必须是 它跟第八世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就把这个果报体啊 它产生一个思量 就是一个自我啊 这个自我就住在这个果报里面 说是为事所限 万华为事 万华为事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万华为事是为事所限 所以第八世把这个业力变现一个果报 那么第二个为事所住 那么第七意识在这个果报当中捏造一个自我呢 这个自我意思就住在这个果报里面 去受用这个果报 第七意识的思量啊 它对八世的干扰就是这样子 它把这个一个每一期的果报都捏造一个自我 如果你是一只蚂蚁 如果你是一只蚂蚁 它也捏造一个自我 住在这个蚂蚁的生命里面 你是一个转轮圣王 它也捏造一个大的自我 就住在这个转轮圣王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它 这个施良能变啊 它对第八世的影响啊 就是内老地八而成阿赖也 其实呢 它对外面这个前六世在造业的时候 也产生了影响 就是这个前六世的明了性呢 它在造业啊 本来也是很自然 有一个第六世去造业 可能造善也造恶 那么这个吃良能变 它去干扰前六世的时候呢 它也捏造一个自我 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个我 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呢 是我做的 那么依止这个自我去造业啊 就使令我们虽然广泛的无量节来啊 修了很多的善业啊 那么因为这个自我意识的这个细服啊 就使令这个善业变得不庄严 不能够像法 亲近法界这么有的平等广大 就是它就在这个造业的过程当中啊 产生一个自我意识了 那么这个自我意识当然就是 我吃我见我爱我慢啊 那么这个在捏造自我以后呢 就把这个自我意识抬高 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那么爱着自我保护自我 那么跟众生就产生一种对立的心态 那么也就是说呢 有这个自我意识去受用一起的果报 也有这个自我意识啊 去带动我们身口意的造业 那么这个就是 在第七意识所谓的第二轮变的思量啊 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两大影响 那么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就是他虽然不造业 但是他捏造的自我啊 就使你我们的生命啊 这个有肉的生命就变成比较麻烦了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这一下讲到这个转移 就是转变的情况 那么转变的情况 我们看这个寄受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 那么我们看这个偶族的注解 看第十课 那么前面呢 都是讲到第二轮变的有肉味 他的一个活动的相貌 这么这以下呢 讲到这个有肉的这个思量啊 是什么时候消灭呢 那么在当中讲到有三种的功德力 现前的时候啊 这个自我意识就会消灭 第一个阿罗汉 你成就阿罗汉 第二个灭尽定 第三个是出世道 这个道呢 就是智慧 我空法空的智慧 现前的时候啊 这三种的功德力现前呢 就能够去破坏 那么这个横审思量的这个自我意识了 我们把这个偶族大师的文啊消失一下啊 第一个我们解释这个阿罗汉 那么就是我执相应的莫纳士呢 在二称的无学位方德永断 那么二称无学当然是包括阿罗汉或者辟子佛 那么在大称的果位呢 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无功用恨我横摧 那么八地菩萨的我空之会 现前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自我意识就破坏了 那么这个就是当然讲的阿罗汉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消灭是永远的消灭了 就是这个横审思量自我意识永远消灭 就是这个阿罗汉的圣者啊 他不管是变现果报 或者去造业 他的心啊 完全跟清净的法界 平等法界相应 他没有在这种众生的 我像人像的对立 没有这种观念啊 第二个阿罗汉讲到灭定第五有 阿罗汉圣者阿罗三国以上的圣者 出帝以上的菩萨呢 入了灭定定啊 他能够暂时的 暂时的去覆灭这个横审思量 三国以上的 他有本事住灭定定啊 暂时的他有这个灭定定的力量 使令这个横审思量暂时不活动 那么第三个 三文以上的出国菩萨的登帝以上啊 真无我解 那么真无我解当然指的是我空法空的智慧现前 那么还有他所带动的这些后德制啊 这两种智慧现前的时候啊 也能够暂时的 没有这个有肉的第七意识的活动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阿罗汉灭定啊 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成就的啊 那么在偶一大师里面 他强调出事道 就是这个我们是可以从凡夫去修学的 那么有关这一点 我们看博中奖表第十面 那么在维世学 他很重视强调 对视第二能变啊 也就是说呢 维世学认为这个第八师是没有错啦 第八师他是把这个业力啊 变现果报 那么问题点当然就是第七意识的啊 我们看复表第十的弗断门啊 弗 那么这个是条弗 这个断呢就是真实的断除啊 那么弗断门当中呢 我们根据偶一大师的成文书论的注解啊 那么他对这段的 所谓的出事道无有这句话 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解释 先看这个刑法 这个讲到修行的方法 在当中有三段 先看低段的总标 所谓对视道生断烦恼者 非如世间金正相杀 对垒敌对之谓也 实事以恶空制 升官烦恼本无自行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 对视道 那么这个道 这个道呢 佛法就是讲到修行的法门叫道 因为这个道路啊 我们可以经过道路 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么佛教的法门呢 能够引导我们这一念心呢 从一个苦恼的此案啊 引导我们去向安乐的彼岸 所以叫做道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道呢 在六波罗蜜的法门当中呢 特别指的是波罗蜜法门 这个地方的道 当然一般我们讲道 应该是包括六度了 六度都是道 但是这个地方呢 是特别指波罗蜜 那么从波罗蜜的断烦恼来说呢 就是不是说像世间的金正相杀 对垒敌对之谓也 就是说啊 当然我们修行啊 我们刚开始啊 刚开始我们出发心的菩萨 都是仰仗信心 我们希望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 成就种种的功德庄严 那么成就自立的功德 来自立他的功德 但是呢 我们想要成就种种的功德庄严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烦恼 这个烦恼障 那使令我们在要布施 要辞戒 要修忍辱了 那你自己求禅定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有障碍了 没法子动了 烦恼障碍住了 所以这个破除障碍呢 楚汉相争啊 两个军队站在东西两方啊 这个筋骨一击啊 两个人就开始死拼了 不是这个意思了 烦恼你障碍我 我就给你拼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呢 你对付烦恼啊 你要用剥蕾的智慧啊 升官烦恼的本性呢 是毕竟空击的 这是一个重点 我们刚开始面对烦恼的时候 是强压 佛陀告诉我们 这件事不能做 但是我们心中有烦恼 会启动我们想要去做 但是我们又怕犯戒 就不敢做 刚开始就是不敢做 那么不敢做 为什么不敢做呢 其实因为我们对三宝有信心啊 我们知道这个坐下的智慧 带来我们痛苦的果报 那么因为害怕痛苦出现啊 就不敢做 那么这种情况叫做如实压潮了 也就是说呢 你今生因为对三宝有信心啊 不敢做 那么因为你来生呢 当你没有受戒的时候呢 你就继续做下去了 就是说呢 你没有剥蕾的关照 你就容易退转 你那个不做 是暂时不做 就是这个石头 把这个草压住了 这个草暂时不能生长 但是那个根啊 那个草的根啊 延峰不动 当你把这个石头一搬开的时候 春风吹又升 就跟一般人没有完全一样 就是做这件事情 跟一般人做的完全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 没有修波雷法门当中 没办法对峙的 我刚出家的时候啊 我那个时候在佛学院做沙咪啊 民国大概76年了啊 做沙咪 做沙咪呢 沙咪实际啊 这个过不死对我有点困难 晚上就肚子饿 因为那个时候啊 工作也多 拜佛也多 我就去泡个非石浆吃吃 哈 把非石浆吃啊 那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我想这不是个办法了 出家生也不能老泡非石浆啊 虽然佛头开眼啊 就对子 当然你不想随时烦恼 那么就是只好去面对他了 那么面对他的时候呢 后来我发觉啊 这个烦恼它本身是 无常变化 这个地方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发现 就是说啊 我有时候我没有吃的时候 强迫自己不吃的时候啊 前一天晚上很饿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不饿 后来我发觉这个饿的感受啊 原来是不真实的 这件事情对我的震撼很大 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总是觉得 哦跟着感觉走 我有什么感受 我就要去做了 一般人都有什么感受 就产生什么样的思想 有这个思想就推动身口去做了 那么我们刚开始对于我们的感受啊 总是觉得它是非常的真实跟坚固 所以我们这个感受一生起的时候没办法 那么你能够用无常无我的观察 原来这个感受是不真实的 它是一个希望像 就是说 你今天 你前一小时饿 但是你可能经过四五个小时 这个饿的感受消失了 那么既然它是一个希望像 我们为什么要喜欢饱的感受 而厌恶恶的感受 其实这两个都是希望像嘛 这两个都是种感受而已嘛 反正你不是也不会死掉嘛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很正常 所以就是说呢 我们刚开始在慈戒啊 都是强压啊 就是那个心中就是信心的支持 不能做要它做 当然这样的信心会带动我们 突破一个过渡时期了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的出家生涯 都只有信心了 那你这个出家生涯就很难过了 而且你来生的时候 硬光大师说 如果一个人 硬光大师在文章里面说 一个人不生修剝蕊 也不求生净土 只是靠着营业的信心来布施慈戒 很容易产生三四焰 三四焰就是说 你第一生靠着信心 把你无量无边的烦恼 都压住 那么压住烦恼 当然你是此戒 就是一个善业 那么来生的福报很大了 你开始一个造 大国王 那么你做大国王的时候 你前生的烦恼压抑太厉害了 你第三生的时候比谁都放异 放异的比谁都厉害 那么到第二生的时候放异 第三生的时候就堕落到三二道去了 第一生修行 第二生享受福报 第三生堕落山土叫三四焰 为什么呢 就是你的烦恼没有去疏导 没有去观 观察是因缘所生好 我说几时空 它是如梦如晃的一个 插螺插螺的顺面向 所以我们刚开始 实际 正确的 先把自己一些过失的这些因缘 都把它封闭起来 那么但是你进一步在信心的基础之下 要增加一份的关照力 就是智慧 看看你心中的那个烦恼的浮动一下 其实它是一个生命的假象而已 这样子呢 当然这样子你观察 这个烦恼是希望像不是说烦恼就不活动 但是你要对峙它就容易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对峙烦恼不是说像世间的打仗硬干 是要用玻璃智慧去观照的 那么怎么观照呢 我们看第二段 欧毅大师根据大乘的经论 开展出两个观照的方法 那么这个两个观照方法 事实上是根据智德大师的空观 智德大师把空观的呼成体空观跟喜空观 体空观是根据玻璃智观察它的自信空 我们看第一段 那么既既旺念生时既不自身 亦不他身又不共生 不无因生只是因缘虚妄永胜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一天心啊 受到环境一刺激的时候就产生烦恼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讲感受 饥饿的感受 那么我们说这个感受啊 是怎么有的呢 说是自身 那么说是他自己生起的 假设他这个感受是有自信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先分啊 他是假 我们先假设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感受都是有自信 有自信呢 他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有因缘生 第二个是无因缘生 那么有因缘生有三种情况 一个是自身 第二个他生 第三个共生 就是说他是自身 他不必假借外在的因缘就自己能够生起 那么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无穷的过失 无穷的过失 说我饥饿的感受 不必假借外延 其他的因缘就能够生起 那么我应该一切都感到饥饿 因为他不必假借外延 但事实上不是了 所以这个自身不能成立 因为你自身应该无穷的生起 那么说是他生哦 说是外在的因缘所生 外在因缘当然很多啦 说是上帝啦 大凡天给你的 或者是某一件事情给你的 那么这个外境所生呢 这个地方呢 的错误点在于 因为自他体性是不同的 他体能够生起自体 既然他把你生出来 为什么他跟你的体性不同呢 这就不能成立了 他生不能成立了 所以我们自己的经验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内心起烦恼 我们就会直觉说 我起烦恼是因为你引起的 因为他刺激我 他一天到晚刺激我 所以我起烦恼了 但是这就当然就叫他生了 我的烦恼是因他引起的 但是这样讲也是不对啦 因为比如说你 如果你今天去拜八十八火 刚拜完 或者刚打完佛气啊 心中有这个法宝的色授 正念现前啊 他才刺激你啊 你心中不动 你的心啊 不会心髓旺转 不会 你内心当中啊 能够在自己的法宝中安住 不动 所以说 如果是真正他生啊 但是有时候他刺激你 你也不起烦恼 所以这个他生也不能成立 那么自也不能生 他也不能生 自他合合也不能生啊 所以说 这个假设这个烦恼感受是有自信啊 是有自信的 有因延伸不能成立 说是无因延伸 说他是莫名其妙自然升起的 他没有章法的 当然这个我们一般学佛人 不会同意这个观念 说是烦恼只是一个偶然 当然不可能 所以说呢 有因延伸不能成立 无因延伸也不能成立 所以说这个烦恼有自信不能成立 那么有自信不能成立 只好说他是因延伸合希望有生 他的生相啊 只是一个希望相 所以 说是事故之无生 诸法不自身 亦不从他生 不共不无因 事故之无生 所以是我们的这个 五印的国报体啊 感受思想啊 都是因延伸合希望有生啊 这个我们在这个玻雷经的一个大师啊 玻雷法门的道安大师 大家都知道啊 道安大师就是那个 南北朝的时候啊 那么道安大师呢 他案例一个宗派叫本无宗 就是说是什么叫本无宗呢 就是说呢 一切诸法本性空击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说啊 我们从凡夫未到成佛啊 很多的障碍要破除 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 先知道一个观念啊 就是一切诸法本性空击 就是说 其实你要对峙的 所有的烦恼障也好 业障也好 这个老病死的暴障也好 他都是如梦如幻的 都是不真实的 所以在这个 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啊 其实菩萨戒的戒体啊 他是依止玻雷智慧而安立的 不是靠信心啊 你要得善品戒体啊 菩萨的善品戒体是怎么成立的啊 就是你能够 你能够啊 说是 说我是未成佛 那么你是以成佛 常作如是信 戒品以记住 就是说呢 你能够经常观察 你的这个明了的心性啊 虽然很多的烦恼障业障暴障要去处理 但是呢 这些烦恼障业障暴障 把它拨开了以后 你的心啊 那个清净明了的心性啊 跟诸佛的明了的心性是没有差别的 那么依止这个 心佛众生相无差别的一个圣解力啊 那么发出你的四红试验 所以说你才敢说啊 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法门无量试验线 佛道无上试验神 因为你的心本性是空己清净 所以断除无量的恶法 修习一切的善法 是有可能性做到的 所以菩萨的三级境界的真实的 从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戒体啊 是一直在你的 升官你的烦恼 本无自行的基础 而建立起来 如果你出家以后啊 你一直认为烦恼是真实的 那么他烦恼活动的时候 你压他一下 练佛或者持咒 或者你就是逃避 不要去面对他 不要去想他 那么这样子呢 我看你不敢讲出说烦恼无尽试验段 这句话你不敢讲 你讲不出来 因为烦恼是熟境界 界定会是胜疏的境界 你怎么敢说 你能够去烦恼无尽试验段呢 你讲不出的这句话出来 你能够很真实的相信 佛道无尚试验程 成佛是可以做到的 虽然你现在很多烦恼 要去破坏 你很多的上法还没有成就 但是呢 因为你能够了解到 何其自信本质清静 所以你觉得断恼修缠 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就时间的问题而已 只要你不放弃努力啊 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 这个玻璃法门啊 在你的成佛之道当中 扮演重要角色 就是你要去思维 他是自身 他身共生 无因胜 最后结论 事故之无生 那么无生怎么有呢 他只是一个 因言和合 希望有生的一个 差弄差弄的假象而已 你只要能够知道这一点啊 你就很容易过关了 那么当然这是立根人 他能够直接从理论上的去观照 那么这个叫体空观 第二个呢 假设我们这样观实在是有困难 那也是没问题 我们看第二段 叫喜空观 喜空观呢 他是从一个有相因缘的观察 前面是从理论上 就是说呢 在烦恼活动的时候啊 比如说你这个贪欲啊 秤惠啊 那么你可以从分析的方式 观察 就是先从空间上观察 这个烦恼 他是有自信 有自信呢 他应该有一个处所 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那么他存在一定有一个依止的处所了 那么他是在身体之内咯 我们看身体之内是心肝脾肺肾 找不到烦恼的处所 而身体之外 身体之外身心本不相知啊 如果他在身体之外 那么他跟我没有关系了 在中间 当然没有所谓的中间 不在内外中间 在空间上呢 你找不到他的存在 那么在时间上呢 说是过去现在未来 那么这个偶尔大师说 我们观察烦恼 也可以从过去现在未来来观察 说是未深无浅处 说这个烦恼是假设有自信 那么他还没有升起之前 他潜伏在哪里 就是我本来没有烦恼 那么后来才有烦恼 那么这个烦恼还没有在我的身心出现的时候 他是躲在哪里 结果你找不到他躲的处所 未深无浅处 没有浅浮的处所 那么正身无住处 那么他在我身心世界活动的时候 他也不在身体里面 也不在身体外面 他也没有一个一子处 那么身已无弃处 当烦恼消失的时候 那么他又去哪里了呢 你找不到最后结论 密之了不可得 无影如安心静 就是说呢 我们看到烦恼 不要马上就想要去压抑他 或者随顺他 你可以稍微静一下 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笑貌 那么你只要有一次的经验 只要有一次的经验 不管哪一个烦恼 你能够知道他是密之了不可得 那么对你未来的修行当中 会产生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们做个结论 生即无生 终无自信 自信既无他信何由 自他既无其有构行 友善婆的旷无因生 所以说呢 简单的讲就是第一句话啦 这个总结就是这句 生即无生 就是说呢 他虽然有一个他的活动的 假名假象假用 但是他的体系呢 是毕竟空极的 所以他是可以假借因缘而生 也能够假借我们借定会的因缘而消失的 因为他不是那么的真实 不是那么的坚固 好我们看第三段的总结 如此言官物令休息 血种心发获种自消 就是我们只要根据诸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开导 这些道路法门 这样去走啊 你有一定的功课 那么你这样子呢 慢慢的结种心发 你心中的这个光明智慧啊 你不断的去思维啊 你就会产生光明啊 那么这些烦恼的 这个恒省思量 这个地气意识恒省思量 捏造的自我意识啊 就被你动摇了 慢慢就消失掉了 就这个意思了 在这个禅中啊 有一个禅师啊 很有名叫雪峰禅师 雪峰禅师他住的地方是在福建雪峰山去涉受众生 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北方的禅师啊 去参访他 那么他从北方走到南方要走好几个月了 那么好不容易爬到山上以后啊 就跟雪峰禅师顶礼 雪峰禅师说啊 你从什么地方来 这个禅师说 我从很远的北方走过来 走到山坡多野 雪峰禅师说 哦 你辛苦了 那么这个禅师就说啊 仰慕道德啊 不断辛劳 我仰慕你的道德啊 这个辛苦之德 那么雪峰禅师说 那你来这个地方有何所求呢 那么这个禅师说啊 就请和尚开示修行的法要 雪峰禅师说 我住家很久了 不知道怎么办呢 怎么修行才好呢 请你开示我一条光明的道路 雪峰禅师讲了两个字啊 就走了 他说啊 修行之道呢 就是出去 出去 这句话怎么说呢 我们从维师的角度来解释这句话 就是说 万华维师 万华维师就是说呢 我们刚开始就初能变 就是第八世的思量能变啊 把我们的果报变现出来 或者是一个庄严的 颜色 那么他有他的感受思想 这个初能变啊 一手能变啊 把我们过去某一群的业力啊 变现一个果报 那么这个思量能变就是个问题啊 为事所限 为事所住 那么这个地区意识就把这个 使力我们的心啊 捏造一个自我意识的 就住在这个果报 那么这个写风长寿就叫我们出去 就叫无助 这个无助法门啊 对我们进度中很重要 一个人临命中的时候啊 要起颠倒啊 他为什么会起颠倒啊 照正常情况啊 你这个果报题啊 你的这一期的设身 你的感受思想 你这一期人的感受思想都要消失了 你应该很正常的去面对另外一个生命 就叫你这个衣服破旧了 你要脱掉了 换一个新的衣服 这是本来是很正常 从初人变是很正常 但是呢 因为这个衡审思量啊 因为我们平常啊 我们平常不修无助法门的人啊 就是这个三星世界啊 咬得很紧 你就一直很足以你的感受 很足以你现前的思想 很足以你外表的自身 心呢就住在这个五印的果报 住得很坚固 那突然间要把你 你的心把这个五印果报 拉开的时候啊 不得了了 生归脱渴 所以一般没有学佛人啊 他不管有钱也好没钱也好 他离开他这一期的果报 非常严重啊 没办法接受 所以说这个人啊 他发现他得到癌症啊 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他就没办法吃饭 没办法睡觉了 所以很多癌症的病患 都不是真正被病毒杀死 是吓死的 自己吓死的 就是说呢 我们习惯说的刚刚那个谁 那个地区意思说 谁所生所戏 第一是他的直取呢 就是第八是变现什么果报 他就住在这个果报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说 这是生死无惧啊 就是说 你那个我空法空的智慧就是修这个无助 把那个咬住你这一期果报的身心世界那个力量把它慢慢的松脱 慢慢的松脱 所以修行人为什么临终的时候 他死亡啊 他的身心世界发现很自在 他平常就是在松脱 所以我们应该试着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对自己的这一期的无印圣性的世界 不要咬得那么紧 我们的生命呢 就是去寄功雷德 对于这一期的感受思想 不要太在意 这个只是在释放了我们的业力 这个业力出现了 我们会跟什么人在一起 会有什么环境 那么另外一个业力出现了 我们可能有安乐的果报 痛苦的果报 这些都不要太在意 这个过去就好了 你要自己脑林的目标是要成就圣道 往生净土 把这个心思放在修学圣道 不要把心思放在你这一期的无印果报 因为他有一天死掉的时候啊 你就受不了了 在这个地方说呢 卫生大师鼓励我们啊 如此言官无领休息 结种心花 获种自消 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来松脱 这个地气意识的恒省思量的方法 好我们看第二 那么他的一个修学的位置有三个 第一个 普特杰罗我见相应 一切的欲生 二称的有学 七弟以前的菩萨 比焉尔阿拉耶士 其普特杰罗我见 这个恒省思量的消灭 刚开始是先破坏我见了 这个普特杰罗就是凡夫的果报 就叫普特杰罗 我们有一个果报体 一个五印 那么这个五印里面产生一个自我意识了 那么这个一自我意识在什么时候消灭呢 就是在八地的菩萨 把这个五印的一个自我意识消灭了 第二个 法我见相应 一切的欲生 二称一切菩萨 法空治果不限前卫 比焉一首是七法我见 那么法 法的执着是比较维系的 就是阿罗汉 他的身心世界没有一个自我意识 所以他对的五印果报体他完全是无助 但是严格来说他心还是有所助 他不助五印 但是他助涅槃 他识取这个涅槃的法是真实的 这也是一种法治 所以阿罗汉为什么不敢向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来到三界广度众生呢 他就是好要那个涅槃的极尽乐 那么当然这个已经是不是我执了 这叫法执的 对法的执取了 那么这个法的执取当然就不容易了 金刚到后一首空 要成佛才完全消灭 第三平等性质相应 一切如来菩萨见到修到 法空治果现在前卫彼焉无构是一首是起平等性质 那么这个平等性质就是 但是当我们把人我见法我见消灭以后 那么这个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啊 就不是跟我见法见相应了 是跟平等性质相应 就转成平等性质了 好 这个地方呢 这个恒审思量啊 当然思量这句话 讲的一个白话就是直取啦 就是心中有所住 那么在一切式立论当中呢 它根据我们心中所住的处所安律四种种性 我们解释一下 说是我们一般的凡夫啊 的种性有四种 一个叫做山徒种性 这个山徒种性 为什么叫山徒啊 说他这个果报题啊 他如果思想不改变啊 他这个人在三界流转啊 他大部分都在三二道 偶尔得到人天啊 没有多久要到山徒道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啊 就住在他心中的欲望当中 他以他的欲望为住 这个人他对自己的欲望 他不调伏你 他就是啊 他的生命就是怎么回事 就是跟着感觉走 他现在的感受 是一个痛苦的感受 或者安乐的感受 他就随着这个痛苦安乐的感受去转 就是他的内心当中 完全没有任何的理智的关照 当然他这种人 偶尔也会照照善业 但是时间不多了 大部分都照罪业 所以他这个种性是山徒种性 大部分都在山徒道呆过了 第二种人是仁天种性 仁天种性这个人比较好 他的心不是以欲望为住 他也以善法为住 说银河因住 他这个人内心当中呢 他知道这个欲望不好 当然他也有欲望 但是他克制 他能够以这个世间的这个礼法 这个章法 应该要说是克己复礼 对这些不失实戒的善法 来要求自己啊 去勉强力行 那么善加克制自己的欲望 说欲望有没有 有 但是我不住在欲望当中 那么你住在哪里呢 住在善法 那么这种人 他的三界流转 这个生命的水流 大部分都在仁天果报里面待过去 就算道是善药到也不会持久 这叫仁天种性 他以善法为住 那么第三种叫做恶秤种性 恶秤种性就更高了 他是以空性为住 他对恶法 当然是观察他是必经空 善法也必经空 他以无住为住 那么这种人 他的生命就容易趋向裂盘 那么这个 这叫恶秤种性 第三种叫菩萨种性 他是以菩提心为住 他一方面能够远离 这些欲望的欲服 一方面起大悲心 广度众生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那么以中道的智慧 来安住在菩提心 他的生命 也不以欲望为住 也不以空性为住 那么依止他的愿望 他的生命 活在他的理想抱负当中 他的身心有什么感受 一点痛苦 他无所谓 因为他不住在这个地方 他觉得这个只是在 酬长他的业力 这个车子 稍微好一点 风吹雨打一点 这没关系 这个车子弄坏就算了 换一个新车子就好了 那么他 就是实践 他这个车子在开的时候 他就是 心里就活在自己的理想目标当中 上丘活到 下花周水 那么这种人 菩萨中心 就是说 你心中的恒审思良所的 子取的对象 影响到你的生命的重心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 下课